志工动员起来的地区 还有马来西亚雪兰额 还有吉隆坡 不管是医生或是家庭主妇 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发挥爱心的力量 另外更希望目到民众的一餐素食 来响应正典上人的呼吁 协助日本灾民的呼吁声 不断地在巴胜五级定义光场传出 这群医护人员除了要目民众的一份善心以外 更是要目民众的一餐素 而同一时间穿梭在人来人往的万达广场 也有一群医护人员不断地弯腰鞠躬 呈邀民众捐款 如此谦卑的动作 这群医护们都没有感觉到一丝的不适与尴尬 因为都有着共同的使命 除了一群医护人员 援助日本的心不分年龄阶层 一群家庭主妇不分昼夜 走入社区或摆摊子或以人传人的方式 就是要目击民众的一份爱心 我们实际除了跟大家目击之外 也希望目大家的一份牵扯的灾线的心 想说大家一起来想意 看你要发现多少钱啊 你要吃一天啊 也可以两天也可以 看你要是早餐一餐 还是午餐一餐 还是两餐 如果吃灾能够帮助到别人 或者是帮助地球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 而且也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啊 灾难过后是醒觉 唯有目击更多人的善心 与一份灾界的心 才能真正的消灭灾难 大新闻莱西亚综合报导